HELLO 大家好,我是白丁 这一支又是观众要求的是做卡口的A 卡口的A 这一支笔应该直接叫H吧 这一支笔的话反正就是一个吸塑的壳 外面一个透明壳 然后里面在一个这个叫Catterage 然后整根笔一透明壳上的话就像那一个纳米2000的那一个材质 材质应该跟它差不多 然后这个啊对那一个中国温州号国产品牌嘛 然后下来的话就我还没拆过这支笔 我就不知道什么情况拆一下拆一下 来就这样 OK好 这个包装塑料包装个人不是很偏好 哎呃 貌似没有说明书什么的 再下这个笔本身好像还有 这个 哇好有点特别有点特别 呃这笔好像没有送我吸墨器 我印象中是嗯直接扭嘛 啊对对对 然后这个设计的话跟拉米2000那个一样 这里有个卡黄 反正就是没有2000的那个那么容易丢 呃得会的话呃Catterage我应该是不会用了 我到时候拿一个别的然后来用一下吧 包装就大概就这样子的 第一眼看反正还是不错的 笔尖的话就是那这个啊 EF尖 有时候我自己会忘掉 再下来呢讲一讲整根笔的一个外观先 那外观的话就是哎可以可以 这个手感不错的插插拔插拔的一个笔 然后手感的话听一下这个声音很清脆 就是有点那个音响的调音量的 那个那个声音就是下去有点弹性 再一下去的时候有点小弹性 然后就这样子 但其实不是会真的会弹上来 就感觉下去像弹下去一样的 呃笔里面的话是有一个金属的套筒 应该是这个就是奈卡的这个片的结构 基本上算是那两千的一个怎么讲的就是 呃怎么讲 借鉴了他不少一个成功的元素 这里我还有个笔杆的话上面还有个亮面 然后也有点像英雄100那个就是 它是一个放射纹好像不是很明显 可能金属会明显一点 但是这个应该材质应该是玻璃纤维 我觉得应该不会差很多啊 这个也是头尾亮面 然后中间就玻璃纤维整笔的感觉非常轻 看一下啊 那个笔的大小应该 白金的好像跟他比价格还是高一截 这个对 呃笔的话首先是 是那个偏长一点点 另外呢 呃这个笔夹的话我不懂他为什么这么这么去弄呢 主要想试一下他这个看一下啊 哇这个还轻一点 这这一只还稍微对相对来讲更轻一点 白粒金呢已经算是我用过的钢饼里面算是最轻了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2000 纳米2000应该也是差不多的一个轻度 就玻璃纤维啊 不锈钢板那只还是偏重的 再下来这个笔夹真的不太懂什么意思 就是刚刚拿那个包装的时候这么一把是很好吧 但是这个笔夹难道是有什么 也看下去好像就不能按 那跟感觉就是 如果真的要说他的功能可能就防滚的那个防滚的一个设计 因为夹的话好像 呃如果是有笔记本的话这么夹好像 呃对不太方便 好那个其他的话我们比大概就这样子 但是这个的话感觉不是特别顺 他整个就接的好像 不过我估计接的顺也很难吧这个 其呃 然后这个的话笔帽的和那个笔感的本身的一个粗细感觉有点 不是很协调 就是哎 人之力 整个整个笔刻之力 可以 呃 但是这个跟这个的比例感觉不是很协调 不知道说是2000那个看习惯了 但这个会比2000的那个更细一点 因为我的那只那么2000已经出掉了 所以就没办法说做一个对比 对啊 好 那一个还是一样 呃 试一下那个试写一下吧 我觉得 笔尖的话就是看一下笔尖的话 EF尖 然后上面的本力的话是一个我看 应该是水地形打磨吧 应该不是刀锋吧 这种就因为肉眼看看的不是很清楚 但是这个笔尖感觉更 感觉像是史密特笔尖呢 你看这个笔尖笔尖 我觉得应该是同同一款吧 只是说他是凹 呃 这个没擦干净这个地方对 平常不擦平常不擦干笔啊 看到了中招了 嗯 笔尖的话你看也是史密特那个笔尖 那笔尖的话那这么讲的话 应该笔尖是一样的 应该也是同一家厂给了供的一个笔尖吧 如果这么讲的话 呃 另外的话就没有什么很大差别了 那应该书写感受是一样的 跟这只无印的话 我觉得他应该不会这么大费主张说去搞一个 呃怎么讲去首先大部分厂没有一个生产笔尖能力 另外一个就是不会为了一个品牌 然后去重新再去设定一个箭 我觉得这个有点太高成本了 然后下来好 那个平常用的比较多的是那个 呃 他也是一个欧标的一个新墨系口径 那我平常用的比较多就是威迪文 因为威迪文那个他是 就他自己能用 其实说是欧标的一个 说是欧标新墨就是欧标口径 但其实也不太算是 再下来的话呃这个史密特的一个新墨系 所以基本上所有欧标笔都能用就是 算威迪文可能比较特别 我觉得 好再下来一样把这个垫一下 把这个墨给推出来一下 看一下啊 不知道推多少啊 我直接不行啊可以可以可以看到 那个不知道能不能看清这个墨也渗出来 有点反亮没有 我通常推到这么多就差不多了 试一下 可以 ok好 那就试写一下笔杆上面来讲这支笔的话 就是 呃算是怎么讲的 常规的一个文具吧 我觉得与其说他是一支钢笔 就是所谓的钢笔文具嘛 常见的另外书写起来的感受应该就是基本上就可以日用了 也不是什么讲笔格讲那一类的 好那试写 好那这个试写完以后首先要给你们看到一个东西就是 出水非常大 那我先试一下这书写一笔 不知道能不能看到上面还有那个墨的那个亮面 不知道能不能看出来 就它出墨量相当讲比较大 但书写感受跟 无印的这支 差别还是看一下啊 拿锁笔件了 不好意思 跟无印的这个的话看一下 好那就毕竟是同场笔件嘛 那就这样子对比 然后最后再来用那个waterman的那个原子笔 我我再对比一下 呃是这样子 那你们听一下那个声音先 那书写的一个同样两个都是F间的前提一下 出墨完全不一样 无印的那支比较细 但是书写感受来讲 可能它的本利来讲 本利应该可能肉眼看看不清了 但我觉得那个卡口的那个本利来讲它是比较圆的 那所以书写起来的感觉是比较顺 虽然有点阻尼感但是 还是很滑 就是你看这个出墨量非常大 随便撩几笔的时候吧 你看就连在一起了 那唯独的我觉得就是这样子一个问题 呃另外的话就是 呃我拿一下那个waterman的原子笔 对比一下 好也是一样它这个的话就是还是非常呃 跟出息比还是没办法比 但它的书写感受挺意外的 呃国产笔来讲寄负利文之后我觉得最好用应该是算是这个就是说 可能就是因为我用干笔不是除了几只惯性以外 其他就是有空用用或者是除掉这样子 那所以说我的手感不能作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标准了 但它这个的话书写起来真的挺舒服的 就是爬格子来讲有点压力 有有有有点小压力 但是如果是这个再大一点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另外这个笔很轻书写起来也很舒服 那某个角度来讲它把整个成本 还有整个品质放在笔尖上面了 这个呃还是很值得称赞的 但是它的笔的外观或者它的一个外观来讲 或者它的一个整体的呃美感平衡 我觉得还是一般般就是好看来讲这个就很主观 另外但是笔尖我觉得是ok的 就是日用来讲有点小粗 但其他没什么大的一个问题 像无印这一根的话就是相对来讲主主力感就更大了 但是握感来讲我更喜欢它的 而且外观来讲也是无印无印的这个 毕竟它的整个设计团队还是非常的一个怎么讲 非常的到呃非常的呃完善 而且它也有很完整的一套设计语言吗 就是品牌的一个代言怎么去表示一个东西的时候 无印是非常清楚吗 当然像卡口的话它本身只是干杯品牌吗 这个我觉得是呃可以去理解的 但像我现在写这个8的话 它怎么样都是比这个比这个什么 比卡口这个细就是了 当然这一支笔值不值得吗 呃看个人需求滑它比较滑 但是阻力感或者细无印的这根比较好 除非是说我那我这支无印那个一粒磨损了 但是我觉得应该不会那么快对 好那整根笔的评测就到这样子了 那呃主要最大特点就在于它的一个笔尖上面书写感受很不错 非常好就是非常滑什么的 不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刀过笔尖呢 那感觉就是很怎么讲呢 就是刚刚好有有阻力有点滑 但是笔的外观或者笔的呃插拔这一下也很不错 唯独值得呃怎么讲呢 不是很出众的地方 就是说它的整整体的一个平衡美感设计 以及它的一个这个真的没看懂是什么原因 防防滚其实小一点点就可以 我觉得没必要搞得那么大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一个材质上面 我觉得像本来拉米那个还好看一点 这样子弄了好像呃有点画着天主的感觉 就是因为拉米2000的这类材质 它主要表示一个纯粹嘛 但是像这一支我就觉得好像有些地方有点多了 就是这样子 好那整支笔评测就到这里 那有什么问题下面给我留言或者帮我补充一下 拜拜